这只狗狗患上了一种怪病 只要主人把他拴起来 他就会莫名地跳起健身操和广场舞 但是奇怪的是他却跳得非常好 常常引起路人的围观和鼓掌 每次跳完后还摆起恭喜发财的手势 像极了摆地摊卖艺的流浪明星 街边的老人被小狗魔性的舞蹈吸引 有的还情不自禁地跟着摇起来 路人给他拍照 小学生给他录视频 很快这条狗就在这片区域活了起来 那为何狗狗会患上这种怪病呢 原来狗狗的主人每天都要去跳剑美操 他跳舞的时候就把狗狗拴在一旁 寂寞无聊的狗狗就跟着音乐 踩着节拍 学着这些大妈的姿势手舞足蹈起来 久而久之就练就了一套自己魔性的舞蹈 有一次主人去沙滩玩耍 把狗狗拴在一根柱子上 结果这小家伙又开启了自己的表演 把周围的游客逗得合不拢嘴 一小女孩还说小狗跳得比他妈妈都好 由于路人给狗狗拍的视频在网络上大爆 狗狗很快就成为了网红 很多店主甚至花钱请狗狗来跳舞 好给自己的店带来客人 狗主人做梦也没有想到 狗狗一天的出厂费比他半个月的工资都多 为了感谢这个小可爱 狗主人还特意给小狗买了两双可爱的鞋子 小狗穿上后走起路来更加引人注目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给狗狗买条裤子 这样跳起舞来才不会影响狗头的形象 你们觉得呢